HM等服装品牌抵制新疆棉花问题引发舆论关注 3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发布会上 棉花成为焦点 会上有英国记者就HM在华被抵制提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向指出 企业不应把经济行为政治化 首先HM这家企业 我也一直在特别纳闷 它就是一家企业嘛 你在中国做生意 我看在北京啊 包括在新疆都有很多门店 这个作为企业就正常经营就可以了 但我感觉呢 这个企业不应该把这个 它的经济行为去政治化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 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 那么制裁的大棒挥向新疆的企业的时候 也会砸向你自己的脑袋 所以我想呢 就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一个 这个这样一个企业 应该看到这一点 徐贵向说 这些企业受谣言影响 盲目认为新疆棉花行业存在强迫劳动 建议其思考制裁依据 制裁目的 制裁意义 对于明辩是非的企业 徐贵向表示赞赏 所以呢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 像您刚才讲到的 类似H&M的企业 要擦亮眼睛 明辨是非 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企业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 很理智很理性 也表明了 继续要跟中国 这个这个在中国经营 跟中国企业做生意的这个 这个态度和立场 那么对此我们是表示赞赏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伊利江阿纳伊提 在会上评论棉花事件时说 棉花是白的 但有一些人的心却是黑的 他分别从新疆棉花种植 采摘加工三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呢 从这个棉花的种植来看 我们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日照的时间长 适合了这个棉花的生长 新疆特别是这个南疆地区的各族这个农民啊 都愿意这个供植棉花 因为棉花的这个收益高 销路呢也比较高 第二个呢 我们说这个从棉花的采摘来说 这些年新疆的这个棉花生产呢 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 即使在这个繁榜的采摘期间 也不需要大量的这个采摘工了 采棉工了 第三个方面啊 就是从这个棉花的加工来讲 新疆的这个棉房企业 都是合法注册 以法以为生产的这个经营的企业 根本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 伊丽江安娜一体表示 欢迎各国企业到新疆的棉花产地棉房企业实地参观 与棉农和棉房工人聊一聊 做出明智的选择